主席毛部长,各位首长,各位委员同仁,大家好,主席,我请毛部长 部长好,其实我们立法委员三年一选,四年一选其实很快的 所以说我们也都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在任内中所希望做到的这件事情 我现在特别要跟部长拜托的就是我记得我们在民国87年我就推动了电信大楼 88年我就推了邮政大楼,但是都卡在土地上,包括有民众跟民众争议 包括都市计划的变更等都受影响 现在我终于在今年的10月4号,邮政大楼,电信大楼的都市计划正式的完成变更 现在当然邮政大楼还需要补登记,补办公屋长的这个程序 但是也很快,大概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完成 所以我是希望部长或者我们邮政跟电信的这个相关单位 包括我们邮政的这个公司,我们邮董事长或者电信今天没来 但是也希望我们邮电师啊,大家要通力合作 因为这个部分总共核定了,像邮政已经核定1亿4千多万 电信也核了,原来在87年就核了2亿2千多万 现在这个金会绝对超过这个,有接近4亿的钱要再做 曹委员,先跟您回报,第一个呢,对曹委员一直关心马祖邮政的这个邮局的建设呢 我们都,还有跟军方的交涉,还有地方政府,非常谢谢 第二个呢,整个的进度,我想刚刚委员宁也提到,现在大楼也盖好 现在我们正在申请建造,所以这些情况呢,事实上按部就班,一定会有一个结论出来 我现在这样子,都市计划10月4号,内政部是附带的,就是说要再次工长 那我也请杨县长,就是说帮忙,他这个还不要等公文来 他就可以按照正常程序,就是再次工长,随时都可以办了 对对,我们前置之后,我也希望说,你的建筑执照的申请,也不必等工长啊 是,因为他可以一边审查,一边等着工长程序完成以后 他也同时审查完毕啊,就可以节约一点时间啊 对对,这个这个完全遵照,当然我们10年都等了 还是希望说越快越好 那当然,是 好,我这个这个部分希望有 电信也说明一下,电信也说明一下 第二个电信大楼,电信大楼还不要办公长 对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部分的这个程序,我不晓得你要到什么时候 是,感谢曹委员,因为现在目前电信在南竿那边的机房 非常挤在一个山坡的地方,空间不太够 所以这边能够解决,如果港口那边那个大楼能够解决,我们会尽数 请中华经理办理 所以我同时在这个区块中,大概有四五亿的钱在新建了 接下来我们可能那个国税局也希望在这个这个同条线上也能够建大楼 如果那个几乎是说可以像福澳道清水这个这个区块,一栋栋大楼盖起来 所以说我是希望说政府能够配合我们这个马祖地区规划这个时程 尽快来办理,所以说邮政大楼没问题,电信大楼没问题 是,好,谢谢,另外我也请一下赖局长 在会议,在我执询之前,我给了部长一份资料,给那个局长一份资料 这个资料是什么呢?是我在这个98年第七届第四会议的时候提的 观光云将马祖原有四大景区,另增加西局东海部队及北干大丘 这个南道,这个两大景区提出三到五年的发展计划,逐年编例预算 那交通部最后回给我的部长的公文,回给我的这个行 第一个就是,上海一家基地这个规划,这个东海部队就职啊 作为纪念馆等,预定在99年编列4000万 100年编列1500万,101年编列1500万 预计三年内投资7000万的这个金汇 但是到现在为止,这部分并没有啊 所以说我现在最困难的就是,交通部也给我这个明确的这个回复 那我也跟马祖相亲讲,说我已经争取到这个7000万的金汇逐年来推动 结果到现在为止没有,变成我们政界落空啊 那里跟委员报告,这个最主要是卡到这个,因为这一块基地啊 有一些私有地跟国有财产的用地啦 那事实上委员质询以后哦,那个我们去年也花了200多万进行整地哦 那现在呃,我们现在正在,正在争取就是三海一家的基地的那个土地使用分区变更 分区变更完了以后,我们会进行来申请这个购置土地 所以一定会照原来这个答应委员的,只是这个旗程有落后 是,现在大概两个部分啦 第一个,我们做东海部队原纪念馆这个部分啊,这个民间已经统一了 结果我们现在只是整整整,就是说做整齐一点,做一点景观而已 跟我们原规划,希望比照榜里大乌这个,做重新整建的这个部分有一大段距离 第二个就是说,东海部队现在三海一家的这个部分啊 我们是希望你配合着原规划的这个七千万这个基金会来兴建 不论是仿古式的,或者供电式的,我们都,你既然有规划了 我们就希望按照这个计划做处理,但是都市计划部分啊 我们那个举光的二期案子啊,还在还在整理当中 我希望等公告完了以后,也同样的我也会推议件署那个协助帮忙 让他及早做完都市计划变更,希望原计划,你不要说答应了那个事情以后 不做,或者没有下文,这个民众期待就落空了 这是我们选举的人最大的伤害 是,我们会照原约定的那个方向,来积极来推动 好,请委员再来协助 北纲大丘这个部分啊,我们现在确实我们这几年有做了 民众的反应都非常好 我希望说,这个部分能持续的办理 这是这里面,这个回答的两个案子 另外就是我心心念念的,妈祖宗教园区 现在传行这个部分已经出来了,原计划是有钱的 今年本来如果4月16号以前规划完成 我们就有6000万的这个金会来,来,来推动新建 妈祖巨神像,我们连婚馆出的1200万 加上我们追加检,那个追加检的五八商中的 刘兆玄院长给的是3000万,4200万 我们建了一个29.6公尺的这个妈祖巨神像 现在是世界第一的最高的石座神像 部长还亲自前往主持落成典礼 现在如果加上传行 目前的原来希望6500万,但是现在规划大概4900万 传行的这个金会有着落 加上我们朝圣大道这个4000万 以及我们仙秦花苞的庙跟这个园区的连结这个3500万 我们整个在整个的投入接近2亿的钱 所以说我是希望这个传行这个部分能够尽快花苞 而且4900万的金会有没有问题 我不晓得那个局长或者部长 这个部分部长在上次去马祖的时候 也有承诺就是有关裁员的部分 请观光局尽量来协助 所以我们会依照这个跟马滚处那边有一些工程进度 如果马滚处确实这个钱不够 我们就想办法是不是从其他地方来做一点云资 这个是98年98年的时候 所以说经过这么长的这样的规划时间 结果还因为我们的规划延迟了 原保留的6000万的这个金会 没有办法划包啊 事实上委员一再的在这个地方争取这个马祖的建设 交通部跟观光局我们都非常支持 所以在今年上半年 我们才会另外再给马滚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因为这个整个整个进度有一点延后 那所以这个马滚处把原来我们给的钱 他用作也是用在马祖地方的建设 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在有关宗教园区 我觉得这个是对马祖未来的观光是一个非常聚焦的点 所以有关需要的工程的经费我们会来支持 所以我期待说像这样子 你如果说尽快发包 今年度需要用的金会并不多 整体如果是4900万的话 那下年度再去行资也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是希望它是一个完整的 包括巨神像 包括那个床行平台 床行平台几乎是跟黄兆大峡谷 就是深出32公尺的这个 那个这个悬空下游床行的这样子一个建筑 这是很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加上朝圣步道 加上庙的连结 连结的这个步道 我认为说这个景区的基本规模 就逐渐呈现 不然的话没有床行 没有朝圣大道 没有跟庙连结 我们追求的特色是什么 单独的一个神像 我认为不足以彰显我们宗教园区的 这一个部分希望局长 希望部长能够全力 来督促马管处 希望这个相关的工程 可以在11月底以前动工 好谢谢 另外 刚才我们阳丽房委员也特别讲了 希望你加强那个宣传 那个就是说台湾的宣传 即使我才讲台湾这个宣传 根本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大陆打 只要温家宝讲如果有机会 爬都要爬到阿里桑 那个人人数都来了吧 但是需要宣传的是我们马祖阿 今年本来我们马祖历年的 你封管处的这个宣传 宣传机会或者活动机会 都是你13个分款处中最少的 只有500万 今年增加了1000万 但是我也没有看到你在大陆打什么广告 我不要你在央视什么打广告 你只要在湖州电视台打广告就完了 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是都是用邀访的方式 包括厦门电视台 一些电视台都曾经来台湾采访 我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为了配合这个小三通 我们前一阵子已经两个提示 都邀请大陆的重要媒体 大陆的业者去采线 现在我们做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我们第一个现在 毛部长就希望说 第一个我们将来这个部分 其实陆客的来台 其实最重要还是要松绑 这个规定太多 主团社太少 这个这个是最重要 一定要松绑 然后第二个 我们现在跟主团社合作 我们是把钱真的用在刀口上面 那希望在这个 对离岛的整个观光发展有帮助 现在台盆基马当中 最困境的是我马祖 小三通连两个航班都不能 都没有办法 所以我期待的是说 你要帮马祖这个区块做 做那个这个宣传 所以说 我是我期待说 你不要 文家宝要不到 你最少要一下福建书记吧 要一下省村郎啊 要一下福建省长 那个苏树林啊 或者这些有有特殊这个关系的这部分啊 他来了以后 马祖的知名度就有了 所以我我希望说 你既然支持我们多增加了我们一千万的这个宣导会 所以我们民间协助去帮忙 另外就是说 你政府要大力的来帮忙宣导 甚至于多找一些 你光找柴线团来 我们这最后效果一天没有五十个人啊 其实主要还是交通的交通的这个部分 这个还是需要再再 我现在连两班都不行了 你还想交通 所以说我是期待说 你找一些特殊的 他大陆特殊的 要一些特殊的人员来 我想增加马祖的知名度 他绝对可以算是一个观光的处女地 值得大家开发 谢谢